簡素慢行警告 寫在路邊 但一台貨車突然就斜衝 迎頭撞擊鐵護欄 跟愛強又掃過廟門 撞飛本來站在路邊聊天的 兩個富人 橫掃路邊其他舞台車輛 路邊不滿車可碎片 肇事駕駛情況很不樂觀 警銷出動破壞機具 多人合力 好不容易才將傷患抬出 但他頭部不斷流血 一名受困於小貨車內 那他是重傷狀況 破壞車體的部分 那把重傷傷者拖出 經過好幾個小時搶救 還是傷重不治 塞車這個 因為是在我南路 我南路那邊的車子 3點外的時候 說什麼不斷牙要駛一點心 哪才能駛一駛 都在阿朵搶了的時候 都覺得我這麼嚴重 說什麼不斷牙 搶到東北要駛一點心 這樣而已 彰化園嶺的友嬰媽辭前 61歲黃信南駕駛 開貨車經過 園南路下坡路段 突然跨越雙黃線 衝到對象連環撞 有民眾在事發前5秒 才剛走開 驚魂未定 現在還心心 好不在 當地里長說 原理是廟前 這個下坡路段 兩年前也曾發生過 兩次類似車禍 因此加裝了安全駐緩衝 但還是撞進來 路邊49歲跟63歲富人 突然被撞飛 全身多處撕裂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而這起事故造成一死兩傷 六車撞成一團 不明原因跨越雙黃線 失控撞擊 友嬰媽此旁 兩名路人 61歲駕駛事發前 從事巨速體力活 是否因為身體因素揍獲 還需後續釐清 此地新聞許書維 掌畫報導